香蕉我吃 不能吃不能吃 我有皮肤病 那我吃个芒果吧 不能吃不能吃 我还是生的 我要喝柠檬水 我炸 我喝 呸呸呸 海莉也太欺负人了 退货退货 海莉你竟然卖给我们坏水果 我没有 我检查过的 每一个都是新鲜的水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去小女巫的水果诊所问问吧 小女巫白雪她们说 我卖的水果都是坏的 你快来证明我的清白 好吧 让我来检查一下 谁先来 我先来 我夺了皮肤病 哈哈 这些黑点不是皮肤病 它们的出现 说明你熟透了 哈哈 主员 原来我没生病呀 快给我也看看吧 我为什么一直不熟呢 老皮冰凉 还有细腻的水珠 一定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 芒果要待在温暖的地方 才熟得快呀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晒太阳 我炸的柠檬汁又酸又苦 主人都喝吐了 小女巫 你也来帮帮我吧 奇怪 你明明很健康呀 会不会是制作过程出问题了呢 我主人就是切片加热水 直接冲泡的呀 什么 用的热水 那有没有去紫呢 没有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下次记得去紫 并且用温水冲泡 就不会苦了 加点蜂蜜会更美味哟 嗯嗯 我知道了 凯莉对不起 是我们错怪你了 你卖的水果 都是健康的 那你们还退货吗 当然不退了 我们以后 还要去你的水果店买水果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学到水果的知识呢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